只愿你一同追求证明 成熟你的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自归佛 当愿众生 发菩提心 消除贪心 自归佛 当愿众生 身体正空性 消除愚痴我质 自归佛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比如说 你妈妈在生病 当然她身心很痛苦 那我们怎么帮助她 那我们怎么帮她 你怎么能够忏着烦恼 妈妈这样 那她苦上加苦 不行 佛教很简单 对于黑暗 我们给予光明 对于烦恼 我们给予清静 对于称恨 我们给予悲心 也就是说 我们老母的怀怒 那准你不能怀怒 你很清静 放下 放松 平静 专心念观音菩萨 你怎么没有输酒 都可以 那以这样子的力量 融入于烦恼的母亲 那这个一定要做到 因为我发觉 当我们没办法 每分每秒 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那至少 在这个时候 知道对方很疼 很疼 所以我们现在要真真 所以来为他念佛持咒 那当然 如果你的心很清静 所谓清静的感觉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像我为什么 因为看到佛陀这么庄严 这张大的佛像 那么佛陀的功德 大悲 大志 大愿 大神通 大雄利 不关你怎么形容 然后呢 佛塔 哇 这么庄严 代表佛陀的成就 五种大智慧的成就 这个佛塔 所以 愿大家将来 人都可以成佛 就算哪一天我们 生命因缘到了舍堡了 众生为你盖起佛塔 来代表佛陀成就的智慧 那佛陀的一切 是为了利益众生 哦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愿意用完整的生命 来学习佛陀的释迦大慈大悲 摩尼圆满 如意宝大智慧 佛 要达到这样子的 自觉觉他的一切圆满 所以 自己的心融入在 这个状态 那以这样子的状态 去 回向给 一切的不圆满 一切的对立 就跟他说 一般人处理 你没我 我怎么会没你 火上加火 搞不好 本来没事情 叫我怕 但是 对方在生气 拿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愿大悲观音菩萨的加持 我爱心 那是用慈悲的心 来提醒观音菩萨 这两个的结合 佛力 包括你自己的努力 来回向给他的法力 因为他就想起了 所以这个世界 我得说 三个力量结合 就可以净化自己 帮助自己 众生来 佛力 智力 法力 法力就是一对重心 像前面这个花叫法力 花的清净慈悲 但是 用这个花来供养佛 变得有佛力 用这个花 花本身代表慈悲 花的本体是变化无常 本体是空性 显现慈悲 所以 我的心要学花 各位才会记 修行 我们说过 长期的我执法 这个个性习性 一直都是如此 虽然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是很瘦性 很急性 脾气 但是我现在看到灰 我会把灰 合不一体 那你 那你就在改变 那你就在改变个性 这个叫智力 以这个智力 用这个花 来供养佛 那各位都知道了 用花来供养佛 功德无量 再加上你一个清净的 悲心的 这种智力 来供养佛 一个凡夫 在佛前 点一盏灯 那很有福报 但是一个菩提心的菩萨 在佛前 点一盏灯 等于凡夫 点一盏灯 所以我想我们 必须透过这个花 来用自己最圆满的心态 来跟花合为体 然后再以这样子的力量 来供养圆满的无上福田佛陀 然后以供养佛陀的力量 点一下 回向法界 地藏经最重要的 不管我们怎么修行 回向法界 这个回向法界 就是有大慈大悲的力量 那这样呢 就等于吧 圆满 圆满的佛陀加持的 以供养花的功德 来回向 那看到灯 各位进来的时候 看到那边有又绕佛塔 绕佛塔 当绕佛塔的时候 我们对佛塔 有一种信心 又绕佛塔的功德 从世间的福报 做帝王 到出离心 到圆满菩提 都不离供养佛塔的功德 供养佛塔完以后 遇佛 我今观目诸如来 那就很认真 为什么 为什么要很认真 为了真实 有法度和重心 往往世后的功德 遇佛功德经 为了要回向圆满的力量 给这个造佛塔 绕佛塔的功德 来融入地狱道 二轨道 那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要一直练习 这种 在修行 不光我在处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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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四十八代院 从他心里 献出了慈悲的观音 喜舍的四字 这个 四无量心 叫做 青黄赤白 四种莲花 这个四种莲花 接引了所有的 法界众生 九品 玄令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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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五分斤 十分斤 像我 我一念我就不想要 不想要停止 当然很多事情 必须把我 让我停止 但是我就会很认真 坐着念可以 站着念可以 走路念可以 很认真 那个时候 烦恼断掉了 你千万不要说 我怕你 你怕别 我很烦恼 那你是在烦恼的状态念佛 力量不够 你烦恼的状态念佛 当然佛的力量 就没有这么圆满 就像 这个水如果没有波动 它反射的力量 看着水 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反射 倒影在里面 但这个水波 乱了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显现佛的力量在这里面 当然修行 我个人就是 我很喜欢很专心 看着佛像 我的心佛像 看着佛塔 看着风马旗 看着点灯 看着小斋 那些超多百味 我就很认真 哪怕五分钟 所以刚刚我们出去吃饭 回来 哇 土地公 我土地公公三分钟的位 希望土地公 同享我们功德 土地公 发菩提心 土地公是个大菩萨 照顾 每一个 来给我们拜的众生 希望 与别的炒豆腐也发财 对面的所思点 发财 那你要一直祝福啊 因为 土地公就是帮助福德嘛 你不能说 哎呦我是佛教徒呢 你 你怎么在合众拜土地公 合掌是对待所有众生 我们对人就在 阿弥陀佛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我是拜佛的人 我看不起土地公 不能这么说 因为土地公也可以成佛 而且土地公之中神明的力量 事实上我认为 我们在南投 你会发觉 拜神比我们拜佛的人更多 其实拜神的人也很有 因果观念有特定 很亲切 那要怎样 既然你希望他尊重你的观神佛山 那你也要尊重他的奉扬 那你也真可 恒顺众生 我们的动机 并不是归于土地公 但是土地公我也让他欢喜 土地公就是要拜 不然学习的人过去 学习的人进草皮 金廟起身 被人家骂 那土地公你都得罪他 你还要度什么众生 那就尽快处理 所以我想 学佛是把佛的心 佛的功德套给你的心 然后呢 散出去 去帮助众生 这个是个窍诀 念阿弥陀佛 念台北酒 修什么仪轨 念华言经 这个念都是透过你的信心 把佛的心 透过你的信心 一直出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自受用 你自己得到 也让别人受用 但是为了让众生 得到百分之一百佛的力量 那我这个摄影机 我这个反光要弄得很 焦距要拿到百分之一百 这个反光的力量要大 千万不要让佛的力量 透过我们的心 而打折扣 所以周术大帝会跟我们说 一心念佛 要完全清静的 也完全慈悲的 也完全不离开 愿成佛的菩提心 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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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中的好吗 那个时候 因为自利利他 利他自利 我为什么要这样强调 我发现现在我们很多佛教徒 出家人也会 出家人也是人 当碰到境界的时候 很烦恼 很烦恼 而且他不懂得 他用烦恼去处理烦恼 不要懂 各位永远要举足 来 用佛力 那用力的力量 你的力量是有限的 你的力量可能会跟对方抵触 所以各位要在念佛的时候 念大悲咒的时候 要全然的 接受 相信 观音菩萨的力量 不可思议 那么 透过你的悲心 信心 然后呢 来布施给对方 当然 当然同样 特别我是个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 我师父常过久 比丘代表佛 那出给人部分在 南中路中 你走路 走吃饭 做什么事情 你要记住 你代表三宝 你代表佛 所以 我们有那个义务 因为 让别人看到你 看到佛陀的一种 智慧 佛陀的慈悲 佛陀的无情